What's up everyone, I'm Brandy 好了,今天就是Downtown一日游 為甚麼Downtown一日游呢? 星期二,我早下班 決定和明明去Downtown附近的咖啡店 以及也會去Ethan Centre買衣服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就不會錯任何新影片了 好了,我們現在就Let's go 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想說我們正常出門口一會 天氣就特意提醒我們 三點多下雨了 開始慢慢看到烏雲 我就決定不去那麼遠 就去Downtown附近的咖啡店 這間也是很有名的 是精品咖啡 這間咖啡店很近我們 經常走過去手走到 走了15分鐘 但這裡下雨其實不用擔心太多 因為這裡下雨是下幾滴就會完結 但今天的天氣其實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它是藍天 竟然下雨了 孤雲 好 我們現在就到了Library 這間咖啡店了 好 我們現在馬上進去 jek, avete過了 koko boko koko dj matro xdj 挺好喝的 怎麼了? 不會酸,不會苦 很香,挺好喝 就是咖啡味出得來,又不會苦 我是喝Oak Milk 都拉到發,都很棒 都喜歡喝Regular Milk 但因為我喝Regular Milk,很容易肚痛 所以我就轉喝Oak Milk 好了,我們兩個人都在點肥胃 我就是Regular Milk 現在試試 我先試試 我覺得很順滑,超級好喝 而且它的啤酒是甜的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像是日曬的感覺 我會給我4.5 因為我覺得不錯 Toronto喝咖啡 有很多不同的豆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跟香港喝咖啡有一點不同 好,我們現在先喝一杯咖啡 好,我們剛剛喝完Library's 這間咖啡店 其實他們的咖啡真的挺好喝的 還要很近Duntown 很近Dunder Station Dunder Station 走過來都是十分鐘 十五分鐘就到了 大家上來的話可以 Saint Patrick Station 然後就直接走過來 五分鐘就到了 這間咖啡店 剛剛我給了4.5分 其實是說它的咖啡質素 但如果整體來說 我自己就覺得它大約3.5分 因為我自己覺得喝咖啡 都很好看這個環境 都很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能不能放鬆 都很好看周邊的環境 安不安靜 或者有沒有一個感覺 我自己都很好看 那它裡面 我本身在網上看 它的Instagram都做得很好 所有的推廣 而我在它的Instagram 是看不到店裡的環境 它都拍到好像很大 但我們一進去它的店 就發現它只有三個位置 是比起我去一三 Occington 或者其他咖啡店 都是還要小 是小到你基本上 是沒有位置坐 我們外面坐的兩個位置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很舒服 因為坐我外面的位置 對著裝修的位置 就是有個工程在做 坐著一下 突然間有輛車 停在我們的前面 這個Duntown的馬路 很近車 沒有一個很寧靜的環境 所以如果喝咖啡 我個人會喜歡在Occington 那條街裡喝 可能是坐10-15分鐘的TTC 去到遠一點的地方 就會比較放鬆 例如Milkies 我也很喜歡Milkies 但它咖啡真的很好喝的 Library 真的有認真在做精品咖啡 我自己未必會再回去這間店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這裡的店鋪 裡面不夠空曠 沒有一個很放鬆的感覺 又很吵 又有裝修 又很多人經過 因為我喝咖啡 都是想追求一個靜的感覺 或者有些音樂聽聽 但它還是沒有這件事 對了 那我跟Milkies 現在就去Etern Center走走 說明今天是Duntown一日遊 那當然要去Etern Center走走 其實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可以在Duntown去哪裡 所以就 對 接著到 I gotito i got talent on me she be wildin for free i got aces and o's i got checks on my goals you can't step on my toes i don't walk i just flow i got no worries i bring the flurries check on my tee tee all they gon beat beat i bought the cash step on the gas ain't no receipt i can't be cheap i got your girl on the beach look what she doing for me i woke up rich put a smile on my face it's ain't down thing like every day like she get it and she ain't front of states i live like this like every day i woke up rich put a smile 好啦 剛剛我們走完H&M啦 未未就買了一袋東西啦 Woo 它就買了600多港元港幣 一百多元加幣 其實都值得買的 因為未未很久都沒有買衣服 其實我也想買的 但因為我未看適合所以就沒有買 這裡的H&M也挺高質的 又或者它的設計 衣服的質料都是挺高質的 而且它的變化都比香港 即是H&M 變化都多 感覺上是認真一些製作的 香港的設計有點隨便 而且穿一兩次就會穿了衣服 回到後方的整理會 又要用隊友們 美國的設計 所以就完成了 我們別的隊友們就能帶出了 我們要去哪一頭佛 總結 要想要選我的手 總結 我們要求你 傾談戶口的 我們要求你 我們要求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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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